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世界衛生大會將會在5月18號 即是兩個禮拜之後舉行 到底台灣能不能重返世衛大會 成為了中美之間角力的其中一個主戰場 近期美國有兩個官方機構作出正式表態 發起了全球挺台重返世衛大會的行動 嚴重地激怒了中國 到底這兩個官方機構說了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他們在Twitter上發表貼文 說聯合國成立的宗旨是提供容納所有聲音場所 理應是要歡迎多元的聲音和觀點 禁止台灣踏足聯合國不單是冒犯了台灣人民 更是有欲聯合國的原則 另一個官方組織就是美國國務院的國際組織事務局 他們從上星期五開始連續發表了7條貼文 都說支持台灣要重返世衛大會 而且他們還批評中國政府 在2017年之前都沒有反對台灣 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世衛大會 那為什麼現在會反悔呢? 到底是台灣2300萬人民現時的健康 比起2017年的時候沒有那麼重要呢? 還是中國政府要就台灣人民自由 選擇他們的領袖而懲罰他們呢? 這些完全是淤中了大陸的死穴 擺明就是看到民進黨上場 才吊銷台灣觀察員的資格 如果去年台灣總統大選是由國民黨勝出的 哪需要搞那麼多事呢? 中國一定會首肯台灣重返世衛組織 好了 現在人家根本正在囚犯你 那些新聞封鎖又不透明 因為人家在稱讚台灣的東西 恰好就是中國做不到的東西 人家就連續發表了七條的貼文 加上美國的衛生部長 又打電話給台灣的衛生福利局長 兩個就進行了電話會議 將中國完全野無了 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 就猛烈地評擊美國的代表團 公然為台灣地區參與聯合國說行 嚴重違反聯大的決議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 嚴重侵犯中方主權和領土完整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傷害十四億中國人民的感情 中國常駐團對此表示強烈的不滿和堅決反對 真是每次都騎劫這十四億人民 到底你有沒有做過民意調查 還是信口開河 每次都說傷害到十四億人民的感情 有沒有這麼玻璃心 十四億人都反對嗎? 有沒有調查?有沒有實質證據? 其實中國要表達強烈不滿的感情 你只說中國政府就已經足夠了 也要把中國人民拘捕下水 中國人民的民意好像任意被你這個政權騎劫一樣 而且這篇文章還說到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聯大的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職位 確認了聯合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得到了聯合國系統的嚴格遵守 和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普遍尊重 這句話真的有問題 因為絕大多數會員國 雖然都是尊重所謂一個中國的政策 不過 台灣仍然是以非官方的名義保持著交流 而且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在國際社會上仍然是保持著有15個邦交國 而除了梵蒂岡之外 另外那14個邦交國 都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既然中國對於一個中國原則是如此堅持的話 那你不僅是要批評美國 你說美國這個衛生部長以官方的身份 和台灣的衛生福利部長打電話 做個電話會議 都說要作出強烈反對的話 另外其他14個國家 簡直是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互設大使館 豈不是要發起投票 把14個國家踢走嗎 這些是否找事來講 好了 到底台灣方面有甚麼回應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就重申 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現狀也是事實 中共政府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 沒有權在國際組織代表台灣民眾 台灣已經是國際公認的自由民主國家 只有台灣民選政府才有權利在世衛組織代表台灣人民 並且為台灣人民的健康福祉負責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就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中國無權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 好了 這個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又有話說 他們就說 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組織必須按照一中原則來處理 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 他不承認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導致台灣地區參與世衛組織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 老實說 你這個九二共識很笨 人家當然不承認 九二共識在大陸的版本只是說一個中國 當時去到台灣就無厘頭變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在大陸其實是沒有各自表述的 在大陸的眼中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時台灣只不過是取巧 就變成了各自表述 中國當時由於要統戰台灣 要籠落台灣 所以你也隻眼開隻眼閉 對於人家說各自表述你都沒有否定 但是在大陸的眼中 永遠只有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沒有中華民國的 是不存在各自表述的 台灣政府現在拒絕繼續上當 不承認這個九二共識有什麼問題 你自己都說得很清楚 九二共識就是一中的體現 而不是一中國表的體現 國表只不過是當時的台灣政府取巧 自己在說的 所以別人不承認是很正常的 台灣除了他自己和美國的聲援之外 他那十五個邦交國有些就開始發聲了 其中一個就是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駐聯合國的代表團 正式向譚德塞發出的要求 希望世衛組織邀請台灣參加下一次的世衛大會 台灣的外交部就說 對於友邦挺身而出的對抗不當的政治壓力 所體現的道德勇氣和珍貴情誼 是致以誠致的感謝和敬意 按照這樣看來 目前除了美國和台灣的邦交國以外 甚少有國家是肯發聲挺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 似乎台灣能夠在兩個星期之後 參加世衛大會的機會 就不太高了 因為有中國在從中作緊的關係 面對著美國來勢洶洶的指控和攻勢 中國的黨媒《人民日報》 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去反擊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 追責撒培鬧劇是文明之恥 內文是怎麼說的呢 那些邏輯是很有趣的 內文就說 美國一些政客將抗擊疫情的戰場 當做政治show 先有跌跌不休的疫情政治化 污名法論調 再有追責撒培的濫素 一個自稱國際領導的大國 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醜劇 比世界各國的人民和有識之士大跌眼鏡 有美國媒體指出 當今之時 國際社會應該聯手防控疫情才是大局 拯救生命是大任 協作抗疫是大勢 轉移焦點 良心何在 破壞合作 天理不容 這個要問回中國 是不是 如果要合作的話 為什麼當初要隱瞞了這麼長的時間 而且在隱瞞的期間 又要淡化疫情的影響 又要在全球範圍裡 手刮的醫療物資大手扣入 得到全球大流行的時候 中國就去扮救世者 將早前手刮回來 囤積了的醫療物資 就說要捐贈給外國 這些到底是什麼事幹 對不對 你說國際合作真是好笑 好了 還有第二段說 美方曾經公開表示非常欣賞中方的努力和透明度 這個跟Donald Trump有關 因為他在Twitter說 中方分享的數據有助於美方抗擊疫情 又是Donald Trump有份說的 好了 言由在意 一夜之間竟然話風大變 態度逆轉 結論是美國一些政客以為這樣能夠擺脫得到自己應付的責任 你穿了皇帝的新衣 這個又好笑 因為當初 這個Donald Trump也是誤信了世衛組織和你的建議 因為這件事首發地點就是毀於大陸 根本上美國和全世界都沒有試過 那麼特朗普 愚蠢蠢地信以為真 就真的不奇怪 因為他當初也曾經試過 拿這個疫情和美國流感作出比較 就說美國流感都更加嚴重 好了 接著這一段就繼續說 說世衛組織共同制定了 如果病毒命名最佳實踐原則 明確規定不能施行國名、地名、歧視 但美國一些政客公然違背 將病毒無稱為武漢病毒 這個也是好笑 既然你說這個名稱是有問題 牽涉到歧視性諸如此類 為什麼中國最近出現的叫做非洲馬溫 你又不改名叫做新型馬溫 你又叫非洲馬溫 豈不是歧視整個非洲 非洲是作為一帶一路重點的州份 為什麼不改名叫非洲馬溫 這些就是有口罵人 沒有口罵自己 總之牽涉到中國什麼都不行 不涉及中國的就說他不得 這些完全是雙重標準 這一段最後還說到 國際社會普遍稱讚中國以自身付出的巨大犧牲 為全球作出巨大的貢獻 美國一些政客熱衷於拉幫傑伙 敲炸勒索 真是好笑 你說國際社會普遍稱讚哪些 是不是這個藍斯拉夫 就是這個塞爾維亞的總統 武薛奇還有誰 哪一個稱讚 又說美國的追責撒培就是 拉幫傑伙 敲炸勒索 似乎都不只有美國說 澳洲也有份說 有其他國家西方的文明國家都開始說 尼日尼亞也有份 那你又不批評一下他 因為那個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那個比較親的是阿菲拉的兄弟友邦 所以又不關事 那個龍門經常搬來搬去 說到尾就是輸打贏要 在國際社會上哪有人服你才行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